大家好 我是透视财经栏目的方寒 当下在中共执拗的这种清零防疫政策的影响下 中国经济被打得惨不忍睹 很多低收入的民众已经到了难以为生的境地 不少专家学者都呼吁中共赶快给老百姓发钱救急 但是中共依然是采取猛压各地政府上项目 要各大银行赶快放贷款这种方式 就是不给老百姓发钱救急 这背后到底都有什么原因 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李克强在五月底向中国各省市县的十万官员承认 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的恶劣 财政收入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四月份中央财政收入下降6%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更多达到6.6% 同期公布的重要经济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 在四月份比去年下降了50% 比三月份下降了80% 这个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正在进入一种 断崖式的下跌和停滞状态 那么为了救助在疫情中受到冲击的民众 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洲、日本、台湾、香港 纷纷向全民发钱救助 但是在实施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 对有限的民众发了一点消费券和补助之外 中央政府对全民救助却一直三间其口 这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在中共的观念中 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 政府什么都没得到 那么这种方式是一种浪费 花钱搞基建 不管是新基建、老基建 虽然也有很多是荒废在那里 很多也是少有人用 它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认为是留下了一堆钢筋水泥 在银行的账面上 还有个实物资产可以作账 前一阵的 习近平不是讲社会主义中国不养懒人吗 那其实这种搞基建工程是中共以功代阵这么一种思维模式的体现 也就是说不能白给老百姓钱 得让老百姓干点活换钱 但是在当下民众生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这种以功代阵的思路有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广大的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他们很多很多是无法参加到那些有限的基建项目中的 也就是说就算老百姓想出卖劳力换钱也没有机会 第二个是这些基建项目需要大量的购买原材料 而且层层的政府权力部门承包商包工头也还都要盈利 那真正到了需要救助的民众手中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那这等于在社会大危机中 首先救助的不是民众而是权贵 假如说中共能改变观念 要给老百姓发钱了 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发给谁发多少 那大陆有学者建议给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 每个家庭发1万 那按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目前中国大陆大概有4.9亿个家庭 那10%的家庭就是5000万 每家发1万合计就是5000亿 那也有学者建议给月收入不足1000块人民币的这些贫困人口 每人发5000 那合计就是3万亿 但问题是为什么只救助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 而不是20% 30% 40%的家庭呢 像上海这样的封城呢 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都遭受了重创 那只救一部分家庭的这个百分比是谁定的 凭什么定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呀 很多是因为不换贫而换不均 在当下呢 本来就经济低迷 民怨沸腾 如果再定不好这个救助的标准 可能直接会引发冲击中共政权的民怨 假设呢 中共为了避免政治风险 每个家庭都补助6000 那么全国呢 就需要3万亿的资金 问题是这笔钱从何而来 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收了那么多税 一定很有钱 那这个呢 是对政府财政的一个很大误解 当下啊 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靠借债度日的 而且是年年如此 按照中国官方的数据啊 到2021年底 中央政府呢 欠债是24万亿人民币 地方政府欠债30万亿 而大量非官方的研究显示呢 地方政府至少还有隐形的债务 30万亿到40万亿 甚至还有更多的说到80万亿 我们就按低线计算的话呢 中国各级政府欠债呢 已经达到了85万亿 平均每个家庭呢 要背负17万块的政府债务 那在中国政府自己都掩吃某粮的情况下 要给民众发钱 那么筹钱的渠道呢 主要有这么五个 第一个呢 是央行印钞 那这个呢 需要中央政府呢 先发3万亿的特别国债 然后呢 由央行买下这些国债 政府呢 再把卖国债的钱呢 发给民众 那这凭空而来的3万亿 就将成为所谓的高能货币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银行系统 货币派生的作用下呢 最终会变成22万亿的流通货币 这相当于使中国社会 这个钱的总量呢 一下增加了大概10% 这个对通货膨胀呢 有很大的压力 第二种筹钱的方式呢 就是政府拨款 2021年呢 中共的财政收入是20万亿 这包括各级政府 它的支出呢 是24.6万亿 也就是说呢 有将近5万亿的亏宏 那由于2022年 这个清零防控啊 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呢 肯定会减少 但是支出呢 却要维持同等水平 甚至要增加 也就是说呢 政府的财政赤字呢 会进一步扩大 在现在啊 中共的地方政府和医保资金 都在相互推诿 这个核酸检测的费用是谁出啊 入室消毒的这些大白们的工资 是由谁发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要让中国政府 勒紧裤腰带 先给老百姓 发三万亿救急 大家自己可以评估一下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第三种筹款方式呢 就是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呢 让中国的有钱人呢 和有钱的民营企业 自愿的捐出一些钱 来帮助这些低收入的群体 但问题是呢 很多民营企业都被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 给打残了 打死了 挺下来的公司呢 也都在裁员收缩 中国的这些有钱人呢 到底还有多少钱能够捐助低收入群体 这是个大问号 在2020年呢 中国大陆收到的慈善捐助呢 也就1500亿现金 就算2022年中国的清零政策 跟经济下滑 对捐款没有影响的话呢 那也只占三万亿总资金的55% 那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而且呢 中国的很多有钱人呢 是靠大量举债显得有钱的 比如说像恒大的许家印 那么在疫情中呢 他们受到的冲击呢 更大 因为他们是带杠杆的嘛 这样的话呢 他们不但捐助不了别人呢 自己还等着被捐助 那如果共同富裕也不够的话呢 第四种筹款方式是向外国借钱 那这种方式呢 会增加外债偿还的风险 三万亿呢 相当于是四千多亿美金 占中国现在购买美国一万亿美债的40%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啊 那这笔钱要是还不上呢 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信誉 因为外债呢 它不像内债 内债可以靠印钞票来赖掉 外债呢 你中国政府总不能直接一美元 第二个呢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借外债啊 会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政治政策 受到外国资金的影响啊 中共呢 一般是不愿意 也不太会采用这种方式来筹款的 而且呢 对于外国财团来讲呢 我借给你钱是为了赚钱的 那你拿着这个钱呢 是去发给老百姓的 也就是说呢 摆明了这笔钱是收不回来的 那我为什么要借钱给你呢 是吧 而且呢 就算有人肯借钱给中共 那这个利息要收到多高 所以呢 这也不是一种实际的方法 第五种方法呢 就是卖资产 中国社科院呢 在2021年呢 发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呢 评估啊 中国政府拥有的社会净资产 是160万亿人民币 这里顺便说一句啊 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 比如说英美 他政府持有的净资产呢 是个负值 中国政府持有的社会净资产呢 大概占社会总净资产的27%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当然这些净资产中呢 有很多基础设施 包括比如说公路啊 铁路啊 政府的办公大楼啊 楼堂管所呀 那这些呢 是不太好 卖掉变成现金 但是呢 在这里头呢 中国政府也拥有很多上市国营企业的股权 例如啊 财政部下属的汇金公司 就拥有中国四大银行的大量股权 而且呢 还绝对控股着光大集团啊 中国箭头 银河金控 中投证券 中金公司 等等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国金融业的巨头 那截止到2022年5月底啊 中农工建交 这五大国有银行的总市值呢 大概达到了5万亿人民币 如果中共想出售一些国企的股份 还是能够筹集到不少补贴民众的资金的 但是呢 中共常年给中国老百姓洗脑说呀 政府呢 就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下大旗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老百姓能否指望 中共把自己的资产卖了来救民众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那么综上所述啊 以上五种政府筹钱救助民众的方式呢 其实没有一种是中共愿意做的啊 如果非逼着他选一种的话呢 那么他大概率会倾向 印钱为主的这种筹款方式 也就是说呢 通过通货膨胀购买力贬值 让民众呢 自己就自己 然后呢 再把印出来的钱呢 由权贵阶层收回来 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 我们再假设啊 这中共呢 不管怎么样搞到了这三万亿啊 但如何把这笔钱发到民众手中呢 也是个技术活 在美国呀 每个家庭每年都得报税 无论你的收入多少 所以政府呢 是有绝大部分家庭的地址啊 银行账户啊 人口情况啊 这些信息的 目前在中国呢 报个人所得税的门槛呢 是月薪5000块人民币 这样呢 中国大约呢 只有6500万人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那这就说明了 还有大量的人口和家庭的财务信息啊 政府还不掌握啊 当然这也可能是个好事 那么当财政部要按照家庭给民众发钱的时候呢 他就很难确定谁跟谁是一家 他们的银行账号是多少 往哪寄支票 如果要是按人头发呢 其实财政部也不知道中国各地到底有多少人口 那这次呢 中共在强制打疫苗的过程中啊 就暴露出了各地政府 他为了骗取财政拨款嘛 大家就多报人口 那么到了打疫苗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接种疫苗的比例不达标的问题 所以呢 各地政府就上街拉老百姓啊 反复打针来应对考核 甚至跨区到别人的地盘上去 拉老百姓打针 出现了这种怪现象 那就算中共呢 能够把家庭人口情况都摸清啊 给5亿个家庭打款呢 也是个巨大的工程 中央政府不但要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啊 而且呢还要防止入不敷出的各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啊 对这笔救助款呢 节流挪用吃拿卡要 2021年呢 李克强引以为傲的一项救助地方政府财政的政绩啊 就是中央救助地方的拨款呢 直达了现实级 跳过了省级中转啊 就这句话呀 背后包含着多深和多黑的水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 目前呢 中国县区级政府呢 也就2800多个账号 而中国的家庭呢 有5亿个账号 这个工作量呢 相差近2万倍 还有啊 中国农村呢 有2亿人还没有银行账户 那要想给这些人发钱呢 就得中央银行印发现金 要救助2亿处在边远地区的民众啊 大概需要4300亿现金才行 那这笔巨额纸币 从印刷到各级银行政府的分发传递啊 这里呢 会引发很大的安全贪腐管理成本 这个成本呢 可能会占到救助款的相当部分 简而言之啊 中共呢 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 对民众呢 有着最严格的管控方式 而且号称呢 比西方国家呢 有着制度的优越性 就是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 但是到救助民众这种大事上呢 却显得非常无能 所以民众在危难中啊 还是要靠自救 千万别把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呢 指望到中共政府身上 好我们再假设啊 如果大陆民众呢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拿到了这三万亿救助款 那么这将会对中国经济跟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简单分析几种可能性啊 第一种呢 就是给老百姓发钱啊 肯定有一部分钱会用到消费上啊 但问题是呢 是多大比例啊 这是个大问号 目前呢 大陆民众的消费下降啊 一方面是由于清零防疫政策 大家都无法出门 当然也就很难消费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呢 就是中共这种搞法啊 让老百姓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呢 产生了恐惧 所以的话呢 他就自主的收缩了消费 他就怕哪天啊 突然像上海人那样被关在家里 或拉到方舱中去封闭管控了 那自己所在的单位呢 被整的停工裁员甚至倒闭了 因此呢 他就会不敢花钱 以防不时之需 那中共为什么要强压各大银行 赶快放款呢 就是因为中国经济 它的底层啊 是由债务驱动型的 所以这个社会上的钱呢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一减少就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当中共给老百姓发钱的时候呢 他最怕的是老百姓拿钱不去消费 反而去还贷款 这样的话呢 就会使社会的债务的总规模呢 下降 什么意思呢 我们假设啊 这三万亿中呢 有一万亿的确是被用来去消费了 那么就在各个的商品中啊 进行流转 那还有一亿呢 放在了活期存款账户里头 还有一亿呢 因为大家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啊 就不想背负那么高的债务了 比如说用来还了房屋贷款 由于用在消费跟活期存款上的这个钱呢 它的流动性很大 银行呢 不太容易用它来派生出很多货币 但是这些用来还贷的钱呢 按照现在中国大陆七倍多的货币程数吧 却能使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呢 相应的减少七万亿的流通货币 那这相当于呢 老百姓给中国银行搞了次缩表 银行业呢 将面临大约三千五百亿的利息损失 这是个很大的数 2021年呢 中国上市这些大银行的总的利润吧 大概在两万亿 这三千五百亿大概占了它18%的净利润了 这是个很大的数 而且呢 更严重的是呢 在这个缩表的过程中啊 那有些银行呢 就得去回收贷款 那么这一说回收贷款中呢 就会出现收不回来的贷款 就会出现坏账 比如说像这些搞基建的这些钱 本来它就是个坏账 还有呢 它正常放贷呢 本来不是坏账 你一提前催贷呢 它就成了坏账 那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当这个银行的个人储户或者商业储户去取款的时候呢 就可能暴露出了它准备金不足的问题 进而出现挤兑 5月30号呢 有深圳的储户爆料称啊 在当地的中国银行分行 有两三百人呢排队领号取款 到早上十点钟呢 就说没有号码了 无法办理取款业务 其实呢 这就是银行挤兑现象的一种表现了 这是说这三万亿呢 没花完的情况啊 我们假设呢 这三万亿呢 真按照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 都被中国老百姓花掉用来购买商品了 或者服务了 那这个呢 当然会刺激经济的运转 但是由于呢 货币的供应量突然增加了三万亿 而商品的供应量呢 无法及时按比例增加 那么就会使社会上所有的商品呢 都面临涨价压力 进而呢出现通货膨胀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啊 从2020年到2021年 美国政府呢 给民众大约发了1.5万亿美元的救助款 再加上其他经济刺激措施啊 大概一共有3.7万亿美元呢 流入了美国社会中 那这就引发了什么呢 从2021年1月份开始呢 美国的物价指数啊 从年化1.4% 一路攀升到了2022年4月份的8.3% 达到了40年来的高位 而且呢 这还是在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 可以到全世界 包括中国买买买 能够把通货膨胀分散给全球的情况下 得到的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这么高的物价呢 已经让美国的民众啊 民怨沸腾 民主党呢 将在中期选举中啊 付出惨败的代价 中共呢 当然没有中期选举的担忧 但是呢 中国多印出来的钱呢 不像美元那样 能够在世界购物 只能在大陆内部花 那么呢 全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呢 都要由国内的民众来承受 这样引发的通胀呢 可能比美国还要大 而且通胀一旦发生呢 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呢 实现自我加强 等这些中低收入的群体啊 把这些补贴的钱花完之后呢 它将面临一个物价普遍高涨的 一个更艰难的生活环境 而高通货膨胀呢 历来是世界各国呀 社会动荡的主要推手之一 那这个通货膨胀呢 除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之外呢 还会给中国的央行带来加息的压力 中国央行呢 它有个3%的通货膨胀的警戒线 美联储的这个警戒线呢 设置的是2% 一旦通胀超过警戒线呢 中央银行就要考虑加息了 现在呢 全世界都看到了 美联储啊 无视自己的警戒线 持之不加息 带来的这个 严重的政治跟经济的恶果 如果中国的物价高涨 央行呢 不得不加息 这就相当于给 正在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啊 再泼上一盆冷水 那央行如果假装 没看到通胀不加息呢 那这样会使人民币的汇率 面与贬值的压力 国内跟国外的资金呢 都会流出大陆去寻求保值 这样呢 还是会削减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存款 进而呢 迫使中国社会上这个钱的总规模收缩 升高这个银行被挤兑的风险 不但通货膨胀本身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 就是当大家预期到将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使一批国内的这个资金呢 他为了寻求保值跟增值 就又跑到房地产行业中去了 在当下呀 中美科技战打的是如火如荼 中共呢 希望社会的资金呢 大量流向实体经济跟科技研发 如果资金再进一步进入房地产呢 不但会同科技创新去争夺资金 还会推高这个企业的用工成本 还会让能赚上容易钱的企业跟地方政府啊 更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扩大生产和科研 这种高风险的领域中去 这会使中国和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呢 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而且呢 如果中国的房价呢 由于资金的流入再出现一波攀升 不但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而且呢 还会打脸正在寻求连任的习近平 因为房住不炒政策呀 被视为他的一大政绩 那我们小结一下 虽然呢 中共的防疫清零政策给中国民众啊 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呢 要中共给中国老百姓发钱救助 在里面 筹资 监管 社会影响等方方面面呢 都需要非常大的突破和变革 而今年呢 对于中共来讲呢 他最大的事就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大上 定下下一任党魁的人选 为此呢 各派正在展开激烈的内斗 如果此时给全国的老百姓发钱呢 他会具有高度的政治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很容易被政治对手呢 抓到把柄 因此呢 民众在面对当下难关的情况下呢 还是要靠自己多了解真相 千万别指望着中共来救助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别忘点击订阅 透视中国的YouTube频道 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和Telegram群组 更多深度中国问题的分析呢 可以在透视中国的会员专区浏览 谢谢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